大家好,欢迎来到小G视讯的频道,在影片开始前,如果你喜欢类似影片类型,不要忘了订阅频道,开启小铃铛,当不会错过新影片哦。 2023年11月3日在北美上映,该片改编自《弗兰克·赫伯特的同名小说》,讲述了保罗厄崔迪公爵加入了弗里曼人阵营,开始成为他们的精神领袖并训练精队。 与此同时,保罗试图阻止他,默督得可怕但不可避免的未来,以他的名义的圣战。 在已知的宇宙中蔓延的故事,故事以主角保罗厄崔迪·提莫西·查拉梅士的成长为主线展开讲述,他的家族控制着沙漠星球亚拉基斯星,而亚拉基斯星的掌钱则意味着对全部宝贵资源的唯一掌控,如此诱人的权力引来了贵族家族们的纷争。 当保罗的家族遭遇背叛后,保罗带领着一支反叛金开始踏上,夺回亚拉基斯星控制权的旅程。 2022年7月晚些时候,该片在意大利开拍,影片在意大利艾尔提沃勒奇景,并将证明的布里昂家族墓园作为外景地。 在意大利的戏份拍摄完成后,剧组在7月21日仪式匈牙利的布达佩斯, 并在那完成影片的其余部分的拍摄。 7月21日在第一部的拍摄地,匈牙利布达佩斯正式开拍。 2021年11月,该片将会在在2022年的7月18日开机拍摄。 该片的上映时间被定在了2023年10月20日。 2022年2月,该片导演曝光剧情将讲述哈克南家族故事。 3月,该片开启了选角流程。 3月,导演丹尼斯·韦伦·纽瓦向外媒可爱的证实。 该片的剧本已基本完成。 5月,该片阵容更新。 6月,雷亚赛度加盟该片。 7月1日消息,该片从原计划到2023年10月20日上映。 延迟到了2023年的11月17日。 7月中旬,该片公布了一张片场照。 7月18日,该片正式宣布开机。 10月12日,该片宣传改档。 从2023年11月17日提前两周至。 11月3日,在北美上映12月13日。 据《沙丘》电影主演他们随身而迷着消息。 《沙丘》DI部分现已杀青。 2023年1月消息,蒂姆布雷克·尼尔森加盟该片。 让我们期待《沙丘2》快点上映吧! 。 2月10日,... 2月10日, 2月11日, 2月13日, 3月13日, 18月19日, 15日, 18月21日, 12月11日, 21日, 23日, 13日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